八月真的有毒,才过了十二天,就已经有三对情侣分手了,看清紫记凌晨欧毫马思纯、杨子秦俊杰,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杨子秦俊杰的恋爱时间线,杨子和秦俊杰是拍青云这时看对演的,随后两人又主演了,龙珠传奇,连续两部剧的相处, 等着对情侣顺利走到了一起,2016年11月,杨子和秦俊杰外出约会被拍,当着聚餐小伙伴的免各种妮爱就是甜蜜的不得了,一看就是热恋期,恋情被曝光后,杨子秦俊杰选择了2017年情人节,这个黄道极月公开了恋情,从此走上了相爱相杀的高调性人爱之路,大唐荣耀期间, 新情帮男友宣传的杨子嗨德的瑟瑟的宣誓主权,自称正版剑名王妃,上节目也是狗粮发到后, 转型存续期间唯一的波折是2017年7月发生的杨子空讲秦俊杰粉丝询问后, 却被秦俊杰粉丝首撕,事件,这是说起来也简单,就是秦俊杰错误的以为粉丝能力兴奋清作品和现实,会爱乌及乌的接受自己的女朋友, 因此他让杨子用自己的手机空讲和自己的粉丝群发语音问后兴奋,没想到激怒了粉丝, 粉丝在微博疯狂撕了杨子,之后更引发了两家的私逼大战, 杨子,大家好呀嘻嘻嘻,好好支持他哟,谢谢大家喜欢他秦俊杰,大家喜欢他的同时,也不要忘记喜欢我哦, 说完旁边的秦俊杰又加了一句,说让你们退了,各群,完了之后去他的粉丝群吧, 事情的结局,以秦俊杰公开道歉,承认自己考虑步骤结束,秦俊杰还曾困惑的咨询自己的粉丝, 你也不喜欢杨子吗? 这个问题,我觉得问的蛮奇怪的,不是女朋友是谁的问题,而是粉丝接受度的原因不是吗? 微博大战上合体后,杨子粉丝和秦俊杰粉丝,从前,的表面和平相处不复存在, 他俩也慢慢降低了鼓动频率,但他三不五时还是会发的。 今年五月网传杨子秦俊杰分手,让秦俊杰非常担心焦虑,发微博bobo,他两千万别分,秦俊杰和杨子居然还真的双双出现, 回复秦俊杰说,放心,绝对不会分手,MJ Flagly的分手五天前, 杨子七月份去剧组探班秦俊杰的约会图彩刚被爆出,当时两人还对是冷抱做大腿, 看起来像对毫无问题的妮娃小情侣,没想到几天后,就跟欧豪马思纯那对一样, 突如其来的宣布分手了,可能是分手日期太接近,可以渐渐的素材太多, 杨子和秦俊杰的分手声明文字无比眼熟,满满都是看亲子马思纯们的影子, 和平分手,没出轨没第三者,未来彼此祝福,讲真, 比起不被看好的马欧,杨子秦俊杰的三活真让人想不到, 刚看到杨子秦俊杰分手消息时,我的第一反应,也是卧槽不是吧, 这队也会分,但更没想到的是,杨子秦俊杰分手事件里, 一般大女主居然是张雪莹,早在杨,子秦俊杰还莫官宣分手前, 张雪莹就抢心一步发了声明,否认介入杨子秦俊杰练情, 趁不接受造谣,不给人背锅,张雪莹是同行出身, 演过陈小陈年西版神雕侠女里的锅香, 去年跟秦俊杰合作拍摄了偶像剧泡沫之下, 这次秦俊杰分手怎么会扯到他呢,我给大家捋了捋剧情发展, 昨晚11点多,杨子在发微博感慨物诗人非, 随即秒删,但还是被眼见的网友们看到了, 结合一下最近杨子新剧热播, 他找了无数圈中好友帮忙宣传, 但男友秦俊杰却从头到尾毫无动静的诡异情况, 网友们都觉得杨子和秦俊杰是不是闹分手了, 一开始大家还是不太竞争分手的, 以为最多就是小情侣闹别扭了, 但没想到,这次一猜就中, 真分了,回头想想种种不合理的蛛丝马迹, 大家一分析总结,发现, 嗯,还真是很有问题啊, 张雪莹秦俊杰秦女当演出的泡沫之下是2017年纪月开机的, 新版泡沫之下播出后口碑不佳, 观众还反映他俩对手戏不够甜, 甚至还有怀疑他俩拍吻戏结尾的, 但翻了翻资料我发现啊, 这对剧中CP在剧组里相处相当融洽, 画风甜蜜的部书龙珠传奇, 事后的秦俊杰两子, 一,亲手喂饼吃, 同喝一碗粥, 清早拍戏时,张雪莹说, 自己已经吃过早饭了, 但秦俊杰还是很殷勤的亲手为张雪莹吃了一口饼, 投食成功后开心的脸蹦带跳, 原地狂笑, 接着呢, 在无限量供应, 胡辣汤, 也不缺碗筷的情况下, 秦俊杰先成了一碗胡辣汤, 工作人员看到张雪莹走过来, 就说帮他剩一碗, 但张雪莹说, 不用, 我们要一碗就行, 秦俊杰也跟着说, 对, 拿个勺子来我们吃一碗就行, 吃了几口后, 两人短暂的离开了一下, 过了一会秦俊杰走回来继续喝汤, 张雪莹也跟着来了, 张雪莹还问秦俊杰拿个是自己的勺子, 秦俊杰回答他说不用管, 就这么吃吧, 最后秦俊杰拿着勺子喝, 张雪莹直接下嘴捧着碗喝, 两人就这么痛爱头的吃起来了, 二, 张雪莹开玩笑调戏秦俊杰, 让他给自己擦脚, 这个视频我也看了下, 其实是联系到了剧情的, 开拍前的画室里, 秦俊杰对着张雪莹一展歌后, 唱了两剧情, 唱完就正式开拍了, 这段剧情讲的是秦俊杰陪着张雪莹飞搬到医院, 上楼梯里张雪莹伴了一下, 急得直接脱了鞋子去见病人, 秦俊杰则在后面, 默默的替他捡起了鞋子, 然后这场戏就完事了, 拍完后, 走回来的张雪莹先是小小的提了秦俊杰一下, 然后说, 帮我擦脚, 然后还把高跟鞋拎起来, 往秦俊杰脸上凑坐式吓呼他, 这段怎么讲, 擦脚应该是玩笑话, 毕竟现场没妈不演墨水, 但鼓动还是相当微妙了, 三, 摸着秦俊杰的脸和嘴唇谈吻戏, 宣传期间有一记者问张雪莹, 他和秦俊杰是不是这位加吻, 张雪莹的回答是, 伸手摸着秦俊杰的脸和嘴唇说, 当然是真本, 我的唇印还在他嘴上呢, 双方都是大声狗的话, 这种营业催屁导演无伤大雅, 但有另一半的话, 这种似乎过了点, 但不管咱说, 由于杨子秦俊杰的恋情太有存在感, 秦俊杰和张雪莹拍戏期间的爱门互动导演都被忽略了, 不过有意思的是, 杨子那边和张雪莹居然也有了交锋, 去年11月, 杨子在综艺分手的客栈里告诉刘涛夫妻良, 他梦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剧组女演员好上了, 他还强调说, 梦特别逼真清晰, 另外还透露这个梦里抢谈男友的女演员, 当天正在和秦俊杰拍结婚戏, 根据杨子的描述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点, 就是泡沫之下李友结婚, 戏份的秦俊杰张雪莹没错了, 昨晚杨子秒杀微不后, 怀疑他和秦俊杰分了手, 的网友把杨子的这个梦翻了出来, 然后怀疑杨子这世界就梦一有所指, 也因此今天张雪莹发声明了, 不过抢在当事人官宣前发, 还是蛮有意思的, 看起来这个梦让张雪莹吃了亏, 但另一方面呢, 张雪莹却也是个过杨子颜色的, 他俩一起上过高能少年团, 其中有个环节是节目组给在场, 所有参加游戏的成员们随即发了其他伙伴的童年照, 然后让他们猜自己拿到的照片里的人是谁, 也就是说, 拿到手的照片不管认不认的, 都能肯定这人是在现场参与游戏的, 互为同桌的张雪莹杨子拿到了彼此的照片, 杨子拿到照片后, 认出了张雪莹, 还问张雪莹小时候, 是不是入门行李红点的照片, 但张雪莹回答了一句, 没有, 而轮到张雪莹猜的时候就更猛了, 她说自己拿到的照片里的人也就是杨子, 长得又黑又丑, 鼻子她脑袋大, 在场的小伙伴们都被惊呆了, M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啊, 人呢, 都是这么回事, 在一对情侣为持着表面的平和, 和恩爱莫冠宣分手前, 所有人都不会往坏的地方想, 也不会对他们的行为, 做过多的猜想和解读, 谁敢提前质疑是要被骂不善良, 见不得人好的, 但一旦公开宣布感情破局, 大伙儿回头再一想, 从前很多是感觉就不对了, 话说回来, 张雪莹声明里的不背锅也很内涵啊, 鬼圈排戏期间容易产生暧昧, 是大众共识, 去年的暧昧不一定就百分百, 要为今年的账买单, 我好奇的是, 如果真是背锅, 又是替谁背呢? 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 未经受全部的转载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